我們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萬桌遊的負責人林建棠先生 哈囉 你好 大家都叫你阿建 對 OK 阿建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過去是在做什麼行業的嗎 我過去主要從事貓舍 喔 貓舍 對對對 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有調整 所以就去年開始就開始進軍到萬桌遊這個部分 可是萬桌遊其實好 一定就是桌遊嘛對不對 對 那桌遊其實我覺得相對還是沒有那麼普遍 那你當初怎麼會想要選擇桌遊來成為你第二個創業的項目 OK 我們當初其實選擇也不叫不完全是桌遊啦 其實我們是想要出租一個休閒空間 讓消費者可以來體驗來遊玩 對 那我們比較想要主打自助式的 畢竟現在其實低人工也貴 說真的我們很擔心疫情再次到臨 對對對 所以說我們就去創業這樣子的項目 然後就成立在一些年輕人比較多的地區 讓他們去做自行購 購票遊玩的部分 所以其實萬桌遊它不只是桌遊 是 它是一個可以讓消費者使用者他們採自助式的一個方式去使用對不對 是 沒錯 OK 但因為我們知道很多的自助式其實還是會安排一兩個人力在現場稍微顧著 你們那邊的話是沒有嗎 我們是沒有 我們只有大概早晚會請清潔的員工過去把環境回復到整齊的部分 對 OK 那你自己覺得說在創業這個項目的時候 你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最困難的來說 第一我是非本科系出來的 所以都當整個軟體跟硬體都重新建置 那我需要學習的東西比較多 那軟體的複雜程度也遠遠的超乎我們的想像 那軟體還要直接能結合硬體去做操縱控制 其實這部分是相對複雜的 嗯 OK 有提到說軟體要結合硬體的部分 這個部分可以就是再幫我們舉個例嗎 比如說在你們店家是做什麼樣的人 好 以舉例來說好了 像我們萬桌有APP 那我們消費者只可以透過我們APP去做線上化位的部分 那以APP來說它一次會顯示全台的同類型的店家 對 那它可以直接從線上去觀看它的座位 目前有沒有座位 那它可以直接預約一週一年的座位 那假設它預約好付款完畢 那它到現場也可以直接透過APP 執行一個確認到店的動作 那我們的包廂裡面就會直接供電 讓他們直接進去操作使用 我覺得這個對很多可能沒有創業過的人來說 或者是他可能因為卡在成本其實很難控制這件事 不敢去創業 是一件很友善的事情 是 基本上對於節省的能力來說 其實就幫助了很大了 OK 那在軟體的一些開發上 或者是修改中有沒有覺得困難重重 真的很複雜 很困難 因為真的不是本科系 是 真的 其實就算是本科系相對的還是會覺得困難 因為其實軟體嘛 它就是從很多的英文字跟很多的符號 去組裝出來的 任何一個符號錯誤都有可能延伸很多的代碼的錯誤 OK 那這一個你覺得說這個問題 你有辦法度過關鍵是什麼 需要有很多的耐心跟 要花很大的心思去做測試 對對對 那再來就是要去思考如何跟工程師溝通 因為他們的腦筋比較相對直一點點 對 那我們就需要去用 想辦法找到一個折衷的方式 讓工程師願意去幫我們執行我們的指令 對對對 其實有一個穩定 而且比較善於溝通的一個團隊 對這件事情我覺得 可不可以成是一個很大的要素 是 對啊 因為我們其實過往也常聽到一些案例 可能跟開發軟體有關的一些項目 是 可能常常卡在營運者他有他的想法 但是這個東西沒有辦法讓工程師去執行 是 或者是可能工程師執行的東西 並不如我們預期的時候 好 嗯 但準確來說 其實營運者本身一定都會有很多想法 嗯 對 但我覺得 營運者要如何把他的想法給 嗯 那個叫做 細項給標像出來 是 對 把一切的流程給想清楚 這其實是很多營運者所缺乏的 嗯 所以簡單的 以我們的產業別來說好了 可能有營運者他就只想要執行 一模一樣的功能沒有錯 但他中間的過程他不想管 他也管不到 他也想不了 是 對 那這個部分就會跟工程師 產生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嗯 所以通常比較常見的問題會在這 OK 那因為萬桌有 其實他是應用在一些可能 開放空間 然後讓人家去預訂嗎 嗯 是 是 那在場地的租借上 會不會有一些困難 比如說你想要找一個適合的地點 來執行這件事的時候 嗯 是 那這個部分是以現有來說啦 的確造成了一些困擾 嗯 因為這個產業別比較新 是 那蠻多的 嗯 房東們 嗯 他對於這部分是比較不熟的 是 所以相對的 他們就會選擇先排斥或反對 對 當然我們就會用我們現有的店家 甚至我們營運方式 我們的廣告影片等等 來去慢慢的讓店家 屋主們了解我們製作成這樣子的性質 對 OK 因為我覺得桌有 很多人應該都還不是很清楚 到底什麼是桌有 嗯 是 對啊 其實大夫公司也是一種桌有 是 沒錯 對啊 所以桌有的項目應該有越來越多吧 你自己感覺 對 桌有項目一直以來都蠻多的 所以其實從 桌有可以從很小的小朋友開始玩 從兩三歲開始玩 然後他們當然就玩比較簡單的嘛 例如說以前比較紅的什麼敲冰磚啊 還是像 像有時候有個上面插一個那個叫什麼 一個船長 對 一個木頭嘛 那插件嘛 其實任何桌上型可以直接遊玩的項目都叫桌有 那包含到近期前幾年比較紅的像狼人殺等等 他們都是隸屬在桌有的範圍 那為什麼我們想要做這樣子的自住桌有 像我們 第一我們比較主打我們是出租休閒的空間 那我們的空間我們比較主打是包廂室 所以說我們像我們自己的朋友們 我們就喜歡在一個不被打擾的情況下 然後我們就租用一個三坪四坪大的商用空間 對 那我們就提供很多的桌有跟麻將桌等等 讓消費者自己去遊玩 對 這是我們目前的營運項目 OK 我覺得這個對現在的一些租屋主來講 租屋主來講的話其實是比較友善的對不對 是 因為大家的地小然後房子也小空間其實不大 那現在我覺得大家都可能有時候像我們自己啦 想要跟朋友然後聚會一下 但是我們每次找都是找可能KTV 吃飯 吃個飯 喝個茶 但有時候這些項目都不是我想做 我只是想要有一個空間的時候 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欸 對啊 沒有錯啊 所以說像我們的的確有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來現場就當然只是玩一玩放鬆一下 對啊 當然我們的收費也沒有很貴 對 我們大概就是四個小時 一個人大概一百多塊 對 其實相對便宜 OK 對啊 那萬洲有目前有哪一些據點可以提供我們去選擇 我們目前北部最北到桃園 那最南目前到高雄 對 那東部目前有一家正要營業 目前全台有19個營業啦 營業據點 對啊 如果說像用iOS 用iPhone手機的人 自己從App Store直接搜尋 用ONE搜尋 萬搜尋 它就會出現全部的店家了 喔 OK 所以你們是有上家在App Store 有的 喔 OK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大家對這個 APP的一個信任度是大大的提升 是 然後服務據點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算滿多的耶 對 因為萬搜尋到現在大概多久的時間 目前萬搜尋我們正式開始推這個品牌 應該不到半年 喔 目前有19個據點 嗯 其實都是有一些 像店家找你們去合作對不對 是啊 OK 因為我覺得這個項目 確實對現在的人來講滿新的 然後相對它可能 先不論說資金上啦 但我覺得至少在心力上 你可以省很多力啊 是是是 OK 那也想要問一下阿姐 就是 像桌遊這個項目來講 我覺得可能有一些人還是會以為 跟 比較灰色地帶的像獨國類的 可能會覺得有關聯 那這個部分其實你們也是有先做好一些法律上的諮詢 對嗎 喔 對 這部分其實我們有請法律顧問 然後我們有跟律師先好好的探討完這些問題 嗯 那我們有確認 目前是 不會有從事到任何違法的行為 對 那我們像租打包廂試好了 所以它本身跟公然劇毒 就是一個不成 嗯 不會成立的條件 OK 對 那像提供場地給賭客賭博這件事 其實我們也都有進到告知的義務了 嗯 其實我們還是出租在一個空間上使用 嗯 那出租空間其實在台灣算很常見 無論說 你像的 你說的 你剛剛提到的KTV 嗯 對嗎 嗯 像 嗯 便衣商店啊 支柱洗車啊 像支柱洗車是每個人一個小空間 是 對對對 那當然我們 各個支柱的空間的老闆們 我們只能做到告知的義務 嗯 我們盡量去告知 嗯 我們都鼓勵他們不要去做違法的行為 嗯 對啊 那 因為像自住的空間 我自己覺得如果這樣想像 如果是我會最害怕說 好像我看不到 或者是我好像對於現場的狀況不可控 嗯 這件事情你們怎麼去歸避掉 此部分 這個部分在很多的店家 剛進場之前都有這個疑慮啊 是 其實包括我們自己要進場之前 我們也會擔心 嗯 只是說 第一我們所做的幾個控管的方式 第一我們是全部走會員制的 嗯 也就是說 會員他需要先註冊完 都有電話號碼 他才能進到我們的空間去做消費 是 所以說今天我這個空間出借給哪一個消費者 我們從後台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第二個是我們包廂裡面一定都留有監視器 所以說隨時會看著包廂裡面的狀況 那再來第三個 我們的門的大門的上 每個包廂的門上 每個包廂的門上 我們有留一個觀察窗口 喔 對 那隨時也都會讓 嗯 外面的人可以稍微看得到裡面 OK 對 所以其實是讓你有一個遊玩的空間不被打擾 但是其實它相對它不是那麼的好像封閉 你以免說可能有一些不可控的狀況對不對 是的 OK 那想要問一下阿建 就是對於萬桌遊這個項目 你自己有沒有一些短中長期的規劃 OK 這部分有 其實 嗯 像以萬桌遊來說啦 我們推自助桌遊 其實我們有做一個區域控制的保障 好 因為其實目前全台目前是我們唯一在做APP使用的 對 那我們也不希望這個店家數量過大 嗯 所以說以短期來講 我們就會把萬桌遊這個品牌給推廣到全台各地 嗯 可是等到一個數量的時候 相對的我們就盡量不再收心的店家了 嗯 對 那此時我們就會把目標轉移到其他自助空間出租的項目上 OK 例如說像我們講的像籃球場 嗯 那像中球場等等 那其實他們都是有這種需求的產生 嗯 那包含網咖 好像也有 OK 對 他們都是屬於計時計次提供空間服務給消費者 嗯 對那像網咖他們是需要一個店員在面部 嗯 可是他如果他可以結合我們的系統 也許他就可以省掉他們的能力 那24小時相對更好營業 嗯 其實這個可以 喔 營業結合的機會 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多很多 嗯 是的 OK 那而且你對於萬桌友這個品牌來說 嗯 你自己會對他有一個可能想要營造的形象啊 或者是更讓大家去認識到萬桌友這個名字嗎 嗯 萬桌友這個名稱 坦白講我們還是否在自助桌友這個區塊上 是 對那以這個品牌名稱我們的定位就想要走比較舒服的休閒空間出租 是 是休閒空間我們定義上就在這裡 嗯 對那所以當然我們在休閒空間的出租我們就提供一些不錯的服務項目 嗯 例如說像我們的包廂很多都有提供沙發 電視 那甚至我們包廂裡面有提供藍牙的音響 我們消費者去就可以邊聽歌邊遊玩 喔 對其實就是相對的比起很多的空間出租來講 我們算服務多做得好一點點 喔 對那只要是於整個我們長遠規劃來講 因為其實自助產業對我來說是一個蠻 未來一直會一直很通勃發展的產業 嗯 對那也許我們就會推出一個 我們目前已經有成立一家公司 其實就是專門要去推廣自助這個項目 嗯 就結合在不同的頁面上 OK 所以其實萬桌遊算是你先try看看 覺得說好像先從桌遊開始 嗯 但其實自助這個東西是可以再繼續去發展 對沒錯 OK 我覺得阿建你的想法其實蠻多 而且也蠻走的蠻前面的 真的嗎 現在還好吧 真的 真的嗎 不要謙虛欸 這應該不是你第一次創業啦對不對 喔不是 因為前面還有貓舍嘛 對 OK那 我想問一下阿建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有一個朋友 嗯 他想要創業的話 嗯 你自己以你的經驗來講 你會想要優先給他什麼建議 嗯 優先給他建議喔 其實那應該算是誰講馬雲說的嗎 OK 當大家都說這條路可以走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走了 哈哈哈哈 OKOK 我沒記錯應該是馬雲說的啦 好 我要給的建議不是這個 其實一樣的意思啦 嗯 其實我們也是算 任何一個創業者應該都是在解決問題的道路上 是 你能解決大多數人無法解決的問題 相對的你就有你的產值跟價值 嗯 這應該是跟每個人的定位有關嘛 今天一個員工也是啊 任何一個員工 但任何人可以取代你的時候 相對的你就沒有價值 嗯 那創業也是 你要去解決一些別人不敢 不敢跟沒辦法解決的事情 對 那你要比別人多一點耐心去解決這些事 嗯 OK 那也謝謝阿建願意來讓我們專訪 其實喔 跟我想像中的 形態有點不太一樣 老實說有點讓我 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啦 因為我想說好萬桌遊可能就真的是 因為有很多桌遊餐廳啊 是是是 我以為是那一類 結果沒想到喔 是一個這麼新創的一個項目 嗯 那也祝福萬桌遊後面可以有更多一頁結合 然後更多 在運用在項目上 讓我們可以更便利 嗯 也謝謝你為我們帶來一個新的生活型態 謝謝阿建 好 謝謝 謝謝